海外中国人可以非常深刻地感受 就是说这种变化对海外中国人的影响 感受最深的就是国家这种变化 使到西方或者我们基础国的主流社会 还有广大的民众 对我们活人的面孔的印象跟态度 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我刚出国的时候 那时候做一个中国人实际上是 经常是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没有面子 现在你在国外 你真的是理直气壮的 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中国人在国外现在横着走 咱们国家食品科学的水平 我觉得跟西方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 我自己做的工作基因 基本上是零饮性的工作 国内有很多人 就是都在跟着我做 国际上有很多人 所以呢 如果说又提升 这个咱们国家食品科学 这一块的水平呢 我觉得呢还是又多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 原创性现在呢 这一块呢还是比较少 因为呢 原创性的东西呢 很难说一下子就出成果 那么它需要一段时间的沉淀 可能才有成果出来 那么当时呢 我们国家的 我们现在国内的评价体系呢 是都是每年都有平一测的 所以呢 就会导致很多人 不做原创性的东西 而是跟风 那么我觉得呢 如果说又做一个整体的提升之后 应该在原创性这一块 应该多下功夫 就会做一个整体的提升之后